白衣男子搭手扶梯上樓 瞬間老人家反悔了 不想上樓 他用手抓住欄杆 但手扶梯一直往上 他人斜挂着 双脚跟不上阶梯移动的速度 就这样挣扎 路过旅客看得不撒撒 搞不清楚阿伯到底要干嘛 他是往上 可是他要往下就对 知情的女所长发现 一时找不到紧急按钮 先冲上去救人 路人也来帮忙 但阿伯紧张到不敢松手 一群人就在扶梯上僵持 最后阿伯手没力了 身体一摊 反压在女所长的身上 两人都摔在阶梯 把手放开 这样子才不会整个倾斜 然后他还是很坚持 因为一直手扶梯一直上去 他终究还是没有力气 就整个人就倒在我的身上 事发在高雄左营的高铁站 他就是当天救阿伯的女所长 跌坐阶梯一瞬间承受了重力 导致他头部脸部挫伤红肿 手脚也都是伤 我紧抓了他不放 就是我一个信念 就是不管怎样 我绝对不能让他掉下来 因为只要一旦下来的话 依照我目视他的年龄 电斧梯他是 都是铁 都是那个尖锐的东西 79岁的阿伯后悔 搭手扶梯上楼 一时慌了 僵持卡住 还好女所长救援 没让他滚下去 阿伯毫发无伤 事后觉得不好意思 要给所长500元红包 被婉拒 伯伯他很紧张 然后他有从他的 皮包那边拿出500块来说 要感谢我这样 不想上楼 可以到二楼 再下楼阿伯高龄 上演特技 把大家吓出一身冷汗 TVBS新闻赵丽 高雄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